现在我们学练第五组的七个动作 第29动到35动 请看这七个动作的连贯演示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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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剑和推剑都是防守型的剑法 我们这节起个动作 从抹剑这开始 轮劈 先轮 收脚 轮剑的时候是剑霸 领先 然后呢 再把剑身甩直 举剑 向着西北的方向 劈出去 这次我们出现的是右工部劈 劈剑的时候 一定要剑身和手臂 一条直线 挂回来 举驾向后 这是一个后举腿平衡动作 取自于无视太极剑 一腿独立支撑 右腿呢 大腿后举 小腿折收 鞋底朝上 脚面斩平 然后上体 竖直后扭 指尖 对准 剑尖 对准鼻尖 经过下科前 指出去 不要顺着剑刃 履剑 兵不点 这是一个老的 第一动就出现了的剑法动作 收剑回来 再马步推出去 这是第三次发力的动作 步法有两个小的 滑步 点剑以后 退步 收脚 你看 脚掌 沿地面 滑动 没有离开地面 同时呢 转腰把剑收到身体的右侧 然后上部转腰 后脚也滑动 然后同时向右侧推出去 剑指向左横撑 手心向外 马步的方向 当然还是向着西北推剑 可是身体和马步是朝向了西南 转向右侧推出去 西北 再下一个动作 先后插脚 做一个晚剑花 腕部旋转 松握 是在掌中 绕一个剑花 然后呢 左脚跟 右脚掌围轴 旋转180度 方向转向正洞 做一个独立的上拖架 这个剑法 以前已经出现过了 钉部上拖 或者是架剑前直 都是一样的 下面 出现的第二个新剑法 就是 左挂 右挂 落脚 转腰 向左挂回来 上部转腰 向右挂回去 你看 就是勾开对方 勾开对方 剑 像辽剑一样 贴身 画成立圆 画弧 但是是剑尖领先 是勾开对方 这是我们出现的第二种新剑法 右挂剑以后 举剑 向这右前方的30度 虚部前点 然后粘脚 转身 上部反撩 膝部 蹲下去 做成一个上崩 注意 这是图中的做法 好像一个反撩 但是动作不停 最后歇步 上崩剑 才是定势 好 要领我们就谈这些 安全 搭有 做成ве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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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